白净庭 这个名字在2024年的春晚之后 突然成为了所有人热议的焦点 但不是因为他的演技出众 而是因为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件 让他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 一切始于春晚的舞台上 当白净庭一出现 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他被指责夺C位 刻意违背规矩 甚至还穿着一身与众不同的黑色服装 故意引人注目 这一切仿佛就是在挑衅 挑战着整个行业的规矩和底线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在直播节目中 人们又发现了更多的端倪 白净庭的着装总是与其他人截然不同 仿佛要刻意凸显自己的存在感 更令人震惊的是 近日曝光的两段彩排视频 一个显示三人轮C位 另一个则显示白净庭的走位 与春晚完全一致 这到底是个巧合 还是有意而为 这让人不禁猜测着 隐藏在这背后的秘密 然而 事情的真相却愈发扑朔迷离 一位位业内人士站出来 对白净庭进行了暗讽和指责 他们直言不讳地批评白净庭的演技 人品 表现 甚至质疑她 是否故意闹出这场风波 从春晚幕后人员 北京卫视主持人 到娱乐记者和大V 人们的口诛笔伐不绝于耳 这一切让人不禁思考 是积怨已久 还是众叛清离 在这场风波中 一些细微的细节 也逐渐浮出水面 有人爆料称 春晚幕后工作人员 为了节目辛苦付出 而白净庭的所作所为 让他们感到羞愧 还有人表示 自己的老师 因为白净庭的举动 而受到了指责 这让她倍感不快 这一切都让人不禁怀疑 白净庭的所作所为 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 她背后又隐藏了 怎样的秘密 这件事一直从年初 发酵到年末 算是娱乐圈少见的 没有任何当事人 站出来发言 就能持续发酵的 八卦消息 不知室内语苦白酒已 还是有人看热闹 不嫌事大 在白净庭 魏晨 魏大勋和春晚总台 都没有任何回应下 还能扒出各种内容 来佐证自己的看法 说起来 白净庭 魏大勋和魏晨 这次的节目 《上春山》 确实让不少人看着 有些不协调的突兀感 比如走位很奇怪 衣服不协调 因此 让不少人产生了 各种阴谋论 认为白净庭 可能是故意换衣服 凸显自己 走位则是因为不愿意 让C位才如此尴尬 春晚舞台 每年都会有一些突发情况 不排除明星在场上紧张出错 但要像网上说的那样 白净庭是故意耍小聪明 小巴觉得可能性真的不大 因为最简单的问题就是 白净庭这么做没有任何收益 在一个全国人民观看的晚会上 搞小动作 收益和风险 完全不成正比 当然也有人说 白净庭的经纪人 就是从央视出来的 因此有靠山敢于这么做 但央视并不是某个公司 这场春晚也不是某台晚会 就连撒贝宁在舞台上献挂 都得专门请示导演才敢说 从央视出来的 更应该明白 这场晚会的重要性和等级 根本不可能玩什么 林场变装 抢C位这种事情 除非是白净庭明年就宣布退圈了 因此在全网的各种推测和逐针分析中 不妨直接跳出这些杂七杂八的内容 想想白净庭这么做能得到什么好处 这场晚会是基本不允许出差错的 从内部员工泄露彩排视频被开除就能看出 央视对于春晚的重视程度 那是全国上下都要看的 一个首次上台的新人 会干出无视央视红线的举动 很难令人相信 而这件事情最尴尬的 还是白净庭无法站出来解释 由于事关央视春晚 这件事已经不是白净庭 一个人可以站出来回应的 白净庭方面也得看春晚的意思 来决定事件的处理 按照历年春晚的做法 这件事很有可能是一个无法自证的事件 或许会等到多年后的导演采访中听到答案 而因为无法自证 这必然是一场全网狂欢 截止目前 不少白净庭之前的黑料也被一一扒出 什么热爱营销 爱出风头 白净庭也因为春山学掉粉不少 其实这件事首先来看 是很难被业内人士看作是故意而为 因为春晚的等级在这摆着 这么明显的错误既得罪观众也得罪春晚 而说起来 在白净庭的风波发酵后 央视也曾按戳戳的带了一个春晚每一个走位 都精心设计并被准确呈现的话题 可以理解为春晚觉得节目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网友并不了解春晚的严格把控 一个多月的连排时间就是要杜绝任何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这么多年春晚几乎从未出现明星在台上擅自更改走位和服装的情况 而这种当事人全都不发言却仍然不断发酵的情况 也让不少人怀疑这背后是否有人故意推波助澜 毕竟这件事就显得有些离谱 深思一下只会感觉白净庭是不是傻了 要不然就是有深厚背景敢在春晚上整这出 如果白净庭真的有如此背景 春晚演出又何须三人合体表演 直接单纯出节目不就得了 所以这件事其实经不起推敲 他需要好好反思这次事件 思考自己的行为究竟是何意图 以及为什么在此时此地 众多人对他的行为表现出了如此大的反感 而对于这场风波 我们也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在这个观念日新月异的时代 我们不能因为追求意识的名利 而丧失了最基本的底线和道德准则 白净庭的所作所为或许只是个案 但却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在这场狂风暴雨中 我们也许可以从中看到自己在类似情况下 应该如何行事 以及如何维护好自己的道德底线 白净庭的事件 是一次意外的触动 也是一次警示 希望通过这次事件 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 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形式 愿白净庭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 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眼下的情形 宛若一幕精彩的悬疑剧 故事的结局又将是如何 白净庭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她的沉默 是否会为真相蒙上更厚的阴影 这一切都令人无比期待 希望最终的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 让所有的遗团得以解开 不光是春晚的事 还有她和宋义的恋情 这俩人好像从去年中就传绯闻 但一直都不正面回应 大概是因为白净庭之前设定的 千禧男孩形象 在这方面有些不符合期待吧 说起来 他们俩偷偷摸摸的 还公开了不少示爱照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在装 就算要分手 也得直接点 这么拖着 只会让人越来越看不起 白净庭的问题可不止这些 她在一些综艺节目上的表现 也引来了不少负面评价 就像之前和乔欣的小矛盾 简直就是场闹剧 别的明星都是帮忙宣传 她却搞了一出乌龙 把人家弄得一头雾水 再说了 她总是跟其他女星传绯闻 搞得人尽皆知 明星嘛 公众形象是最重要的 可这家伙怎么就搞不懂呢 总之 白净庭现在的形象 可谓是一塌糊涂 她得好好想想 怎么才能重新树立起来 不管是解释春晚的问题 还是处理恋情都得拿出诚意来 再说了 以后做事要小心谨慎 别再闹出什么笑话来了 只有这样 才能赢得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按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